网传迪丽热巴和黄景鱼婚期将近 热巴婚后打算退圈 在家相夫叫子 男女明星在拍戏的时候 发生感情事已经变成了很常见的事情 毕竟他们常年的剧组生活根本就遇不到其他的人 大家都是年轻人 血气方刚的 整天拍一些亲热戏就很容易陷入热恋当中 尤其是现在很多女明星找另外一半也不从富商里头找了 特别喜欢选择男明星 这样还方便结婚之后炒作一把 最近就有传闻说一对男女明星打算要结婚了 女明星算得上是现在的女顶流 是真的吗 迪丽热巴算是现在最受人们欢迎的女明星了 长得相当的漂亮 特别有抑郁风情 眼睛很大 自从和黄景鱼拍了一部电视剧之后 两个人的绯闻就没有停止过 网友们扒出了特别多的细节 比如他们两个戴着同款的口罩 这种口罩是在国外买的 在国内根本就找不到 还有他们经常到对方的剧组去探班 还悄悄地住进了对方的酒店 其实光从外形上来说 这俩人确实是挺般配的 但是黄景鱼之前传出过一些丑闻 他曾经接过一次婚 女方是一个很有钱的人 长得也挺好看的 没想到结婚之后 他又找到了其他更有钱的女朋友 就想要离婚 回家就开始打老婆 在他们分开之后看到 前夫的日子过得越来越好 这个女人就很受不了 直接在网上曝光了所有的内幕 本来人们都以为他会被封杀的 没想到就这么混了过来 很多人都不能理解 为什么他们两个会走到一起 按理说娱乐圈有那么多的帅哥滴滴热巴 也不至于找不到别的人了 其实如果了解他就知道他很早之前 就表示过对黄景瑜的欣赏 他在看红海行动的时候就公开说过 喜欢这样的男人全身都是肌肉 看起来特别高大 很有安全感 后来也是他主动接了这部电视剧 飞得和黄景瑜一起搭档 从剧组现场的互动就能感觉出 两人之间的气场是完全不一样的 有一些动作特别的亲密 一看就挺不一般的 刚开始传出他们两个绯闻的时候 粉丝都不乐意 因为觉得黄景瑜从哪个角度都配不上热巴 但是很显然他们一点也不在乎 到现在已经稳定交往了两年的时间了 之前黄景瑜在杭州拍戏 热巴还特别开心的跑去探班 在那边玩了很长时间 目前的传闻是说他们打算要结婚了 结婚之后热巴就会直接退圈 在家里面相扶交子 这段话热巴前一段时间 接受采访的时候就曾经主动提到过 说他一定要在30岁左右的时候结婚 这样比较方便生小孩 而且将来是肯定要生三个孩子的 两个男孩一个女孩 家庭会更加的幸福 大家应该很清楚 明星在单身的情况下 很少会提到结婚这种字眼 只有有了确定的目标 才会做这种幻想 黄景瑜也在前两天的采访里面说 他是非常渴望婚姻和孩子的 虽然只是传闻 不过他们要是真的在一起了 我们也愿意送上祝福 对这件事你怎么看